未来世界只需踩单车就能赚钱 只要不停地踩着脚踏板 虚拟币就会源源不断涌进你的账户 但是如果你坚持不下去 那么第二天就会变成底层的清洁工 人们都生活在一个格子铺里 每天都必须踩单车赚取虚拟币 因为每天的日常花费都要用虚拟币 无论刷牙时用的牙膏 还是吃饭玩游戏都要付费 而人们无论在哪里都被屏幕包围 他们会在屏幕上强制跳出广告 如果你想跳过广告就必须付费 就连踩单车时都会出现广告 而小黑每次都任性地跳过广告 因为哥哥留给他1500万的遗产 小黑每天被电子机叫声叫醒 洗漱完毕后戴上耳机 然后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身旁的男人都汗流加倍了 小黑才刚过来上班 而且他每次转过一天的开支 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玩游戏 直到这天小黑遇见了小白 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而且小黑听见了小白美妙的歌声 他在吃饭时故意搭讪小白 不停地夸奖他唱歌好听 说他应该去参加选秀节目 不应该在这里踩单车 小白说门票要1500万买不起 而小黑却说这钱他出了 舔狗花1500万买了一张选秀门票给女神 然后送给了女神的虚拟人物 而小白回应小黑一个飞吻 他就开心地睡不着觉 第二天小黑陪着他前去选性 小白送给小黑一个折纸 作为定情信物 等两人来到现场 发现这里很多人正在等待上场 而小白的容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准备 他带着两人来到了后台准备上场 工作人员递给小白一瓶净薪水 所有选手上场前必须要喝 说能防止选手紧张的吼吐 小白只好喝了一口 等小白上台一番简单的介绍后 评委并让他开始表演 小白的歌声非常优美 让在场的观众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评委也称赞了小白的歌声 可是他们又说现在歌手太多了 而且小白的美貌盖过了他的歌声 现在他们需要一个爱情动作片女演员 如果小白答应下来 那么他就可以不用每天踩单车了 而且他可以捧红他坐下一个苍老师 小黑气愤的想要出上台 可是却被工作人员拉走了 不知道是不是净薪水的作用 小白内心挣扎许久之后 最终他还是答应下海了 小黑得知小白的选择后 他身无可恋的躺在房间里 自己真心付出的感情 就这样被狗吃掉了 屏幕上到处都是小白的宣传片 就连吃饭时 餐厅也到处都是讨论小白的声音 这天小黑在房间玩游戏 突然弹出了小白的宣传广告 就在小黑想要跳过时 却发现自己的余额不足 小黑只好闭上眼睛不想看 系统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他崩溃了 开始打杂着房间里的屏幕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男人花1500万送女神上选秀节目 女神却被刺他下海拍片 屏幕上播放着女神的宣传片 小黑气愤的打杂着屏幕 等他冷静下来后 小黑发现了地上掉落的玻璃碎片 他的内心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从这天起 小黑每天第一个去骑单车 看广告也不再花钱跳步 每天的牙膏都只用一点 吃饭也只吃别人剩下的 他每天只赚取虚拟币 但是从来不花 账户的虚拟币也不断地增加 他终于再次存够了1500万 毫不犹豫地购买了选秀门条 第二天小黑来到了选秀现场 现场还是很多人在等待 可是工作人员接到电话 需要一个黑人上场 于是小黑幸运地被选上了 上场前工作人员依旧要让他喝净薪水 但是小黑拿出了原先保存的空盒子 他顺利来到了比赛现场 小黑的表演节目是舞蹈 可就在小黑表演时 他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玻璃 然后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让在场人都听他说话 他说评委们不把选手当人看 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 只知道吸血和压榨 小黑愤怒地控诉 惊呆了在场的评委 更是赢得了所有观众 但是评委一句话就化解了 他说这是他见过最发自肺腑的表演 如果小黑愿意 他专门为小黑准备一档脱口秀节目 观众们也纷纷附和鼓掌 他小心将成明的玻璃放进盒子 然而小黑并没有逃离 只是从小格子铺 来到了更大的格子铺而已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